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宜章 宜章請說 不管晴天雨天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宜章 這兩天我們的環境有些不平靜 因為持續有大大小小的地震發生 也因此要特別提醒我們的部落主人朋友 現在山區容易會有落實的發生 危險路段就要避免前往了 不過今天開始展開了四天的連續假期 天氣好不好也很重要 首先就透過衛星語圖一塊了解 那麼今天是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也是兒童節 如果爸爸媽媽有帶小朋友出去慶祝的話 相信也有發現今天這個天空雲量明顯增多了 甚至部分地區還有出現降雨的情況 最主要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在北方就有一道封面帶逐漸的靠近台灣了 在今天中午過後 中部以北地區到宜蘭都出現了零星的降雨 而預估這樣的雨勢還會持續到明天 據中南部地區呢 是相對比較穩定的天氣 但是要特別注意了 是到這個週末假期 因為持續有封面雲帶 持續在這個台灣的附近徘徊 所以到了禮拜六開始呢 第二波的封面就要爆到了 而且這個結構相當的完整 同時伴隨的水氣比較多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持續是這個不穩定的天氣 也容易會下起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到了禮拜天封面通過之後呢 雨勢將會進一步的擴大到中南部地區 到時候全台的降雨機會都非常的高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安排戶外活動的話 務必要做好預備的活動 而整體來說呢 這個清明廉價天氣狀況都不太穩定 不過封面通過的同時呢 帶來的涼爽空氣 倒是可以稍微為我們降降溫了 至少外出活動呢不會汗流浃背的 而圖卡上可以看到 代表這個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台北 以及花蓮就是代表綠色跟藍灰色這條曲線 那麼從今天開始到禮拜六呢 因為有下雨加上東北風南下的關係 氣溫大概是在20度到26度之間 感受上是相當的舒適 至於中南部地區 未來幾天沒有下雨的時候 高溫依舊可以上看到了30度 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還是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至於部落裡頭 把我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 獅子牡丹滿洲低溫 19度高溫來到28度 泰伍來一春日都是 多雲的天氣 低溫18度高溫來到33度 三底門舞台馬加 低溫15度高溫來到33度 高雄 加以阿里山氣溫落在11度時 至少30度之間 南投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了8度 在仁愛高溫可以上旱在28度 台中和平12度到27度 苗裡的原鄉地區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低溫16度高溫來到26度 新竹關係間屬風要注意有短暫鎮雨 低溫13度高溫來到24度 無萊及附近地區低溫17度高溫來到24度 有4成的降雨機會 宜蘭大投南澳地區都是有很高的降雨機會 低溫15度高溫來到25度 華嶺新城華嶺市吉安也是要備上雨季 低溫22度高溫來到26度 秋林萬榮地區低溫15度高溫來到28度 受風風冰有5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低溫19度高溫來到27度 風林光復瑞碎低溫21度高溫可以來到27度以上 灼溪浴里富里低溫8度高溫來到27度 台東的海岸線地區低溫22度高溫來到28度 池上觀山海頓延平低溫15度高溫來到28度也是有雨的天氣 陸野台東是北南低溫21度高溫來到29度 南迴地區也是有雨的天氣低溫21度高溫來到29度 南嶺地區均落在24-28度之間 最後外島連江金門澎湖低溫15度高溫來到27度 那麼整個廉價期間會有兩波的封面通過 在下個禮拜一之前北部跟東半部都是不穩定的天氣 提醒朋友們外出要記得帶上雨傘雨具 而中南部地區則是到了禮拜六之後降雨機會才會慢慢提高 尤其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全台這水池最多都要防這個強降雨了 另外這個持續到現在還是有餘震的狀況 加上接下來的降雨對我們脆弱的翻山區來說 更是大大的增加了土石崩落的風險 也請大家近期非必要最好避免爬山跟登山的活動 而在我們山區部落的朋友們 下雨天出門也要小心自身安全了 那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心想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 接著把時間交給主播